長池院長 原播法師 貫唱法師 原舞法師 各位菩薩 大家早 阿彌陀佛 那很高興這個 我們運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 即座談會 終於輪到我們台北會日講堂 我們很歡迎這個 我們長池院長 來帶領還有我們福利院佛學院的同學 我們注重法師也有來 談到這裡 我想就是今天我們講的這個題目 就是終關經論 終關經論 因為今天所要講的是這個 第七章跟第八章 那因為很長 所以分上中下 還有今天是第二次 還有第三次 就是明年還有一次 對於這個終關經論 還有這個導師的著作 那我自己也稍微提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那我最近剛好在講這個學佛山藥 那其中有一段話 我覺得說導師的著作 我們都有時候不敢 因為太濃縮了 如果你少了一句話 可能就會少了他的精髓 所以我背這一段給大家聽 就是說我們這個 認為常常會認為我們研究佛法 或是是拜佛念佛 就覺得是在學佛 那其實不是 不是 我們只是一部分 那麼在學佛的過程的目標 應該要以這個三寶為目標 那以三寶為目標 我們自己又這個不斷的休息 那除了自己休息 又要有這個佛菩薩慈悲願力的射受 然後我們才漸漸融入這個三寶之中 這個融入三寶之中 我們才會怎麼樣 福德跟智慧 那一天一天的增長 來一直慢慢的接近 我們的崇高的目標 所以光是這一段話 我們如果少了一個自己不斷的休息 那又差很多 那又不能少的這個佛菩薩慈悲願力的射受 所以我們在有時候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這個福岩跟慧日的法師 怎麼好像在上課好像在念課文 不是 我們因為有一些我們必須要導讀過 大家有一個熟悉度 然後我們在解釋 我們恐怕說這個在這麼濃縮的過程中 會有所的這個差錯 上次也有介紹過我們的諸位演講的法師 那我想用另外一個 可能大家都不太熟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法師 你們可能都沒有聽過的 那麼我們先介紹我們這個 這一次我們長池院長 長池院長其實是我們第九屆是我的同學 那他是程度很高 他這個初級部讀沒多久就跳到高級部去了 因為他在當兵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閱讀過這個廟營集 他也出國去留學 有接受的這個希望的思想 所以我曾經有問過他啦 說 長池院長 那你什麼 在福元的佛學研究裡面 論文寫得那麼短啊 人家這個論文都是長篇大論 他因為有這個可能有接受到希望的思想 所以他會比較重點 目標是一樣 他有他自己的方法 我們長池院長是很有智慧 那也很客氣 接著我們要介紹的是元波法師 我這個是趙介納介紹的 元波法師他是理科的頭腦 為什麼說他是理科的頭腦 因為我曾經有住過他的常住 那有一次啊 那個就是要搭這個蚊帳的時候 這個床的蚊帳要有四根柱子 那要怎麼做要怎麼搭蚊帳 他都先想好 先想好然後再工具也都找好 所以他會先想好然後再去做 他在講法的時候你可以體會到 他是理科的頭腦 解形病重 第三位我們冠杖法師 我在服務院十幾年 其實常常有去跟冠杖法師講過話 常常看他在他的療房 都是在看導師的著作 要不然就是在打坐 那腳踩都黏在那個椅子上 所以他有一定的功力 第四位啊我們元波法師啊 這個可能你們都沒有聽過 元波法師可以說是相當冷靜 又是反應很快 講這個故事可能大家都沒有聽過 那在服務院的時候 曾經有一位啊這個精神不是很正常 他拿著西瓜刀進來 那幸好這個精神不很正常的 還算不是很壞啊 他拿著西瓜刀用腳踢人 元波法師遇到了他非常冷靜 把他的腳把他撈住 結果跌倒了 我們大眾一起把這個西瓜刀搶過來 所以說元波法師在那一次 我就覺得他是非常的勇敢 而且非常的冷靜 在修學佛法方面也一定會有很大的幫助 那介紹了這四位菩薩 這個等於都是這個菩薩的行為 那我想今天一定能夠 讓我們的講座能夠圓滿 大家都能夠發喜充滿 阿彌陀佛